你确定这是真的吗 我如果我们这个票是假的怎么办 我都在网上公开说不要大家买黄牛票 我现在来买黄牛票 我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咋办啊 哎呦今天头发不错 今天头发今天自己搞了一些 学搞了一些头发 终于搞好了 哈那也不叫终于搞好吗 就在网上看一下视频边怎么吹头发 我知道今天我们去哪里 嗯 奥斯汀CDLIMIT 所以也是美国的极大音乐节之一啊 我想去看一下卡尔利B 你有票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 那看什么音乐节啊 所以就得 这个是干嘛 去门口买票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就要拿着这个 在门口买黄牛 啊 不是吧 嗯 你骗我 没有 真的 门口有很多卖黄黄牛票的 你怎么一脸懵啊 不会吧 我们先去BOX OFFICE看一下没有票 你很想看吗 想看 那么 那就会讨论 如果我还经过 请问一下 你行 就先来吧 那你带来吧 是 谢谢 谢谢 你好 你还带有计券吗 呃 不 残忍的 我们只带有计券是 我认为VIP的星期 VIP的星期 所以今天有计券 没什么 那怎么办 先出去吧 我们 那就真的得买黄牛了 这黄牛怎么卖票的 直接可以跟他们问他们吗 我们还是写个牌子吧 哇 是不是开始了 是啊 好像到点了 现在几点 要这吧 怎么写啊 就是I need to take it 帮我 太小了 来你来写一个 直接给他化妆票出来 哈哈哈 哎呦 很好啊写的 别人都是 把这个 把这个 把门票来看我演唱会 这是第一次我要需求的 把这个 把这个 那我们就举着这个 走吧 这样真的能找到票吗 这样真的能找到票吗 除了没有这么搞过 我的天哪 真的是人生的经历 我真的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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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一个 我拿到一个 一 一 你拿到两个 我拿到一个 只有一 一 现在我们需要 对不起 一 请问一下 行删吧 如果 一 好 多少钱 三 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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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食物和饭 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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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多少钱 我只是想想,我只想想,我只想要你的原券 买到大概,1.75元, 加价、加价 200元,加价 好 好 你ression,有些空中? 谢谢 我知道你是一个音乐人了 不要 你来看看 所以我告诉你,你选择,让它变得酷。 好,谢谢。 谢谢,谢谢。 有个好处。 如果我找到另一个,你需要一个,对吗? 对,对,对,对。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哈德,是要找一招吗? 你确定这是真的吗? 如果我们这个票是假的,怎么办? 我去找他退钱。 他如果走了呢?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当作是,我们来了解一下,黄牛到底是有多暴力? 要我们真的买了假票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大家就以后也不能买黄牛了。 我会再买黄牛了。 对啊。 我要写一首歌给黄牛。 我都在网上公开说,不要大家买黄牛票。 我现在来买黄牛票,我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咋办啊? 我觉得吧,好难啊。 好难啊。 因为我以前就劝过这个粉丝朋友们,先要他们别买黄牛。 你看,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过来看。 我觉得你要这么想哦,买黄牛跟粉丝想看东西是两回事。 怎么说? 买黄牛这件事情本来是对是错的,我们都说不准。 但是粉丝想看一个东西,或者说我想买一个东西,这个是我的心态。 我不管这个东西是黄牛还是炒的。 那我想要吗?先问自己,我想要吗?我想要。我想看吗?我想看。 我买了鞋吗?我买了鞋,所以我就买了。 你的演唱会没有黄牛吗? 我一般就不想让粉丝买黄牛票,因为我觉得不想让他们多出钱。 对啊。 那他们要是真的没票怎么办?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就像如果,比如说现在我给我的票,到底买不买。 就比如说如果我想看的话,哪怕是提高了一些物价,我还是得买。 嗯。 我有需求吗? 其实他能理解。 这不是粉丝的问题啊,这是我的问题啊。 我应该想办法让粉丝把他票。 你给他一个人吗? 我的天啊。 麻烦了,麻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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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能够感受到这个。 你的这个心情。 对吧。 对。 努力让真正想看我表演的人买到票,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也是我的责任。 而不是我要求粉丝做的事情。 这才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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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